櫻桃汽水 有水果味嗎? 沒有啊 然後我們的冰箱其實還有一些大桃很喜歡的醬料 好等一下再帶你們去開箱好了 好,我們在卡斯庫 好,SELFCHEN OUT 自己來買燈 點餐也可以自己點耶 好,我先吃飽再開箱好了 好,我們現在要來開箱我們在卡斯庫買了些什麼 我們先看校車好不好 好 好,你想要先看下面那個果汁喔 好,好啦 好,這個是我們上次去朋友家 然後看到他們買給小朋友喝的 就是小朋友的果汁 我們試喝了之後呢 發現它的甜度大概只有一般果汁的半糖 甚至是三分之一糖而已 覺得哇,太棒了 就是不會太甜 因為像是很多果汁太甜 會甜到喉嚨有點不舒服 那這個的話呢,我覺得非常的棒 所以我們就買這個 那這一個的話呢,它有四種口味 有葡萄、梅子、檸檬 對 然後有蘋果 藍莓蘋果 還有綜合水果 對,綜合水果 小超都已經有先喝這個了 這是莓果檸檬 有檸檬這些的 他說很酸 可是我覺得還蠻好喝的 就是偏酸 主要是因為它不夠甜就會覺得它酸 好,這一箱呢,裡面有四十瓶 然後呢,這個口味的話呢 綜合水果的話就有兩串 就有十八瓶 十六瓶 好啦,那你想先喝哪一個 這個 好,你先喝葡萄好 好,先開一個果汁 讓小桃子可以安靜一下 哇,這個是有紫色的葡萄 還有綠色 還有綠色葡萄 我先喝喝看 嗯 太好喝了 也不會很甜 然後又比那種水果水 還要再更有果滋味一點 接下來跟你們開箱這個 好了 因為其實在美國這裡 還蠻多那種 林卡飲料汽水啊 然後我們在台灣比較常喝的 就是林卡可樂嘛 那這個是最新推出的 新傳品 一次呢,就是有三種口味 的氣泡氣水 然後呢,其實我在吃麵的時候 我已經有喝了 我覺得 她 的林卡是來自於忘了加糖的感覺 所以你喝起來就真的像是 有水果的味道 可是沒有任何甜度 沒有任何甜度的氣泡水 好啦,品質好看 你看它品質很漂亮對不對 品質看起來很像啤酒 沒有 這個呢,是Cherry 好啊 這是櫻桃汽水 有水果味嗎 沒有啊 那有什麼味道嗎 沒有 沒有味道 氣泡水的味道對不對 就只是氣泡水而已 然後鼓鼓的 它的牌子本來就是專門賣氣泡水的 只是它就像perrier一樣 對 就是Pellegrino 嗯 然後它出了這種 就是三種水果香氣的氣泡水 好啦,我還買了這一個 就是抹茶綠茶 這個台灣的Costco也有 對,這個台灣Costco也有 我就覺得還蠻好喝的 它除了是綠茶之外 它裡面有那個抹茶粉 我覺得它的那個茶味比較重 所以呢,我就是看到又在買了這個 我覺得這還蠻不錯的 我喜歡 然後還有這個 大腸買的 爸爸自己介紹 就是無糖的杏仁奶 然後有一點香草的味道 喝起來比較香 就是可以給小小的早餐 喝這個比較不會 有這種有些人對牛奶 會有過敏的反應啊之類的 早餐呢,就順便介紹這一個好了 這一個呢 它是一個煮好的燕麥 然後就放在這裡面 有燕麥跟堅果 這個我們早上已經有吃一個了 我覺得其實味道我還蠻喜歡的 但是裡面這個 堅果的部分 有點像是放到軟掉 所以它的那個 不是那種有嚼勁的 可是整個其實吃起來是順口的 因為它的燕麥的那個濃稠感 我覺得還蠻香的 那它的話呢 其實好像是 肉桂味還蠻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是很香很好喝 可是對小潮的來說 他就覺得 他不喜歡那個肉桂的味道 所以就是個人斟酌 你對肉桂的一個敏感度 這一個呢 裡面有六個 好 它就是平常是冷藏 它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自己微波加熱再吃 嗯 所以很方便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一粒一粒一粒 它就是肉桂 只要肉桂味很濃 然後還有芝麻 芝麻的味道也很濃 好 向車 噗噗 向車開來了 對 我們很喜歡買這種分享包 就是每一包的包裝 就是小小的 你不會不小心一次吃太多 然後呢 它除了就是有 呃 無中口味之外呢 有一包 還是綜合包 有那個綜合包的口味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把一些各種各樣的餅乾的種類混在一起 對,外面就直接有這種的大包裝 那這包特色就是說每一種口味好像都是 有四種好像都是,好像大部分都是有起司口味的 喔~~ 其中一包是辣味,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們全部都是低脂的 應該是紅豆去辣了 對,辣的 你看,有這個 爆米花,你要看一下裡面長怎樣嗎 長這樣,長這樣 每一包都小小的 好啦,這樣就不會一次吃太多了 好,這樣都比較有辣的一些 沒有,這個都不會辣 很多都不會辣 它就只是起司的味道,或鹹鹹的味道 它外面已經有寫它裡面有幾包了 就是有五包這個,五包這個,五包這個,十包這個 那這個你懂嗎? 對,就是脂肪比較低的版本 好,你看一下綜合的,多誘人啊 哇,看起來覺得很好吃 有滴滴的 可是這其實,會變成你每一種都想要吃一個 後來會不會吃更多 好可愛 你看,愛心型的 你看,好可愛 小先生 你看吧,買綜合包就是會這樣 你就看到每個都想要吃一口 欸,這好不錯喔 這其實拍起來很好看耶 你看,我倒在手上 你看 它真的就是很豐富耶 我要吃吃看這個 小起司 你看 好吃 這個是不是那個啊 資多斯,然後變成球啊 對啊 這味道是資多斯的味道 好好吃喔 小辣的說,這是我的P 嗯 英文的P 嗯 你們看應該是這樣子看嗎 嗯 P 這個好喝 這個好喝 這個小方塊的一個 對 比較有味道 對 它的那個味道 它的味道跟嚼勁 我喜歡 它因為那種一層一層的感覺 然後 嗯 是 甜甜的焦糖味 那個我喜歡 然後其他的都 想像得到的那種味道 不過它這個出乎我預料的是 裡面的這個 玉米 玉米餅的一個 我本來以為它會不好吃 沒有味道 其實它 嗯 起司味很濃 這個不錯耶 小辣的說這個 有老虎噴火了 所以這個是辣的 不要吃 嗯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沒有噴火 所以它可以吃 嗯 那這個芝多絲呢 因為它是用烤的 所以 嗯 應該比較 不會胖嘟嘟 好你吃吃看 應該就起司口味吧 嗯 你們看有什麼不一樣嗎 嗯 哇 都是早上中的那種 芝多絲的味道 嗯 那既然在吃零食 我們就來一下這一包吧 噹噹噹噹 這是什麼 你猜這個會不會辣 嗯 不會 綠色就不會辣 是不是 這是辣椒嗎 爸爸 對啊 綠色的辣椒 所以不是 所以不是綠色就不會辣喔 有的它有時候 辣椒是綠色的 然後還有一點海鹽 看起來就覺得超好吃的 爸爸你偷吃了齁 有點像薯格格 哈哈哈哈 你吃很多嗎 還是它打開就只有半包 我吃很多喔 哈哈 你吃很多 吃了大概三分之一包了 會辣嗎 你吃吃看啊 沒有 它不太辣 好它長得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它是空心的薯格格 它聞起來那個辣椒味還蠻濃的 吃起來還好吧 吃起來還好 小豆豆應該也可以吃 哭起來不會辣 對啊 你吃吃看這很好吃 有點像薯格格 就薯格格 你先吃一半看看 有嗎 有辣 有辣 有 你覺得有辣喔 一點點辣還是很辣 你還喝果汁 很辣 所以小朋友味覺比較敏感 爸爸我們味覺壞掉了 都沒有什麼感覺 有一點點 有微辣 輕微的胡椒的感覺啊 吃第四顆吞進去之後 你才有稍微一點點感覺 可是好好吃喔 這個的鹹度跟香度很好 真的很好吃 好那我先看一下冷凍的食品好了 我們今天早上呢 就已經都吃過一輪了 我覺得有吃過一輪比較好耶 你就順便分享一下吃的感覺 而不是說看到包裝買了些什麼 我們先來講這一包好了 這一包呢 大陶是覺得說 有地瓜還不錯 因為小陶很喜歡吃烤地瓜 然後或者是我們 我們就是會去超市買地瓜回來 自己用氣炸鍋炸給他吃 但這個呢想說 有現成的地瓜料理好了 然後你用氣炸鍋稍微加熱 就可以給小陶得吃很不錯 但實際上 他真的有一點點辣 很輕微很輕微 就是那種紅色辣椒粉 可是他 我們弄了十幾分鐘 然後都覺得好慢熟喔 他真的是一個很不熟 很慢熟的一個小地瓜 他裡面呢 其實就是有一堆小包裝 然後 每一包裡面的地瓜 其實大概都是切了大概 就是比手指頭低一個關節這種尺寸 就是沒有很大 可是就是很慢熟 我們一直懷疑他 奇怪怎麼不熟 我怎麼不會熟 這個我可能不會回購吧 他不是很甜 就吃起來有點地瓜味 可是 完全沒有地瓜的甜味 而且他的那個 冷凍加熱 就是過的感覺很明顯 就像有一些那個 胡蘿蔔 冷凍胡蘿蔔 就是你加熱完之後 他的那個 嚼勁已經沒有了 他大概就是那種感覺 所以這一包 我個人不愛 然後這個是 熊貓鍋貼 我早上已經煎過了 我覺得他很像水餃 基本上就是 跟水餃是一模一樣的那種 不管是尺寸跟他皮的感覺 那他的話呢 裡面餡料的部分 我覺得很像花枝丸 就是他會比較有Q勁 他是有嚼勁像肉根之類的 就不像說我們有時候 有一些水餃 可能他就是會散掉 他完全不會 非常團結的 有效在一起 爸爸你吃過了 你要不要跟他講一下 他成分就是雞肉和一點青菜啊 嗯 所以他那個 因為符合美國人口味吧 所以他那個內餡 基本上 口味會比較淡一點 對 然後他有附一包醬 他的醬 我覺得好甜喔 就是偏甜的那種醬 美國人好像都喜歡吃偏甜的醬 所以這個是很美式 符合美國人口味的鍋貼 然後這個是胡麻醬 台灣Costco也是常常賣胡麻醬賣最好 美國這邊也是 對 這個真的是 嗯 不管是燙花葉菜啊 生菜沙拉啊 就加了他就變得很好吃了 然後我們的冰箱其實還有一些 大陶很喜歡的醬料 好等一下再帶你們去開箱好了 順便把冰箱裡我們買過 我們覺得好吃的也順便介紹 其他麵不用介紹了吧 大家應該都很熟吧 對 完全不用介紹 好吃好吃 只是因為他 要煮 那個麵才會熟 大陶就比較偷懶 然後他本來就覺得說 嗯 就買這個就好了 這個是超微波就可以的 我加熱水也可以 對 加熱水就可以的 韓國泡麵 那我們已經有吃了 他的麵條呢 整個就是 比一般我們在吃的王子麵 還要再細一半左右 所以非常快熟 但是他的那個 湯頭 的味道 我覺得 還OK耶 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因為我本來覺得這個 這點不好吃啊 你幹嘛買 你買就買那麼大箱 結果吃起來還好 還不錯 就是懶人必備 因為你在美國突然想吃湯麵的時候 太難了 你去外面要買 買不到 不是買不到 一碗要十幾塊 所以 所以你 有時候你只是為了想要 喝幾口鹹湯 鹹麵 那花十幾塊 其實不划算 那你就煮個新拉麵嘛 你可以加個蛋耶 對不對 好 接下來要來介紹 衛生紙了 我覺得很少買衛生紙 買得這麼興奮的 所以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我們之前在台灣呢 很喜歡食用的就是 Casco他們自由品牌 然後有三層的抽取式衛生紙 很方便 那在美國這裡呢 比較難找到抽取式的衛生紙 然後 大部分有抽取式的都是面紙 所以呢 嗯 在這麼多的面紙之中 我試用完之後 我覺得這一款 它的那個厚度 是有媲美那種 就是三層抽取式衛生紙的厚度 它比較厚 不會說你一拉的時候就斷掉 那這一個呢 其實 嗯 Casco裡面有很多 很多很多品牌的衛生紙 你很容易買錯 那我會用到這一款呢 是因為我在Casco裡面的廁所 我一用到就覺得 哇 驚為天人 我還特地把它就是 捲下來一段 留起來 然後等到我要買衛生紙的時候 把它拿出來 比對它上面的花紋 我就是完全比對這上面的花紋 找到這一款包裝的 好 那這一個的話呢 其實就是 它是呃 獅子巾 但是它可以衝進馬桶裡 所以非常適合小朋友跟狗狗可以使用 然後這一款的話呢 它沒有香精 我覺得真的是太棒了 因為我在美國買了許多那個獅子巾 香精味都超重的 一拿出來就覺得 喔 太香了 插在手上也太香 等等每次都覺得 不喜歡那個味道 它上面還標榜說 是皮膚科醫師測試過的 它上面就標榜了好幾個 就是非常溫和 而且都是那個植物性的原料 它裡面的話呢 這兩包是送的吧 應該是水生包吧 兩包小水生包 然後其他的話呢 都是這種尺寸 嗯 也算攜帶方便 也可以放在推車裡啊 然後車上 然後放在廁所 好像有一點點味道耶 好啦 比起之前的真的算沒味道了 爸爸你聞聞 嗯啊 就是它有點像是 就有點清潔的那種 清潔 所以我覺得很淡啦 非常淡 已經比起其他的 其他的如果是100分的話 這大概是只有3分 5分這樣子 很淡很淡 有太香嗎 這個 嗯 還是一點點香 嗯 我覺得可以 好 打開冰箱 你會看到這一邊 全部都是醬 我想在美國的人 嗯 家裡應該都會長這樣 就是自己煮菜 所以就會靠很多很多的醬料 好 那我要今天特別介紹的是這個 這一個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這在台灣好像沒有看到 可是 我跟大曹在美國吃到之後呢 就是不管吃什麼都 我想要忍不住加了一點這個 這個會辣喔 可是它的味道 怎麼形容啊 大曹你說好了 不要白龍的 它就是一般墨西哥的那種 Salsa醬嘛 有番茄 洋蔥 有點微辣的香料 對 可是它又加了 酪梨醬的進去 嗯 所以就綜合起來 那酪梨會讓它比較creamy 多了一點厚實感 所以它就是 呃 滿厚實的那一種 然後有點辣 有點辣 酸酸辣辣 對酸酸辣辣 這個好吃 比那個 我覺得比Tabasco醬來說的話 這個更溫和 然後更好吃 味道也比較多 對對對 像我們以前的話 可能就會想說 加那個Tabasco醬 但是有了這個之後 根本就不用買Tabasco醬了 用這個就夠了 然後你還有 吃什麼魚啊 肉啊 肉類的東西全部加 什麼都可以加 我連生菜沙拉都加 都好吃 生菜沙拉直接加 那可能會怪 真的好吃 好吃 這個是Panel Express的那個 orange sauce 對 就是美國 全世界最紅的 中式快餐連鎖店 是Panel Express 然後他們最紅的一道菜 就是橙汁 橙汁 對 那它的調味醬 所以買來 肉類東西 沾上去就很好吃了 好 我想大潮應該會想要 我介紹一下這一罐 就是花椒醬 花椒醬 就是大華超市買的 這個 大潮很喜歡 就吃什麼都給它 加一點點 只能加一點點 不能加超過一個指甲夾片 不然你會麻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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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到那個舌頭都麻掉 它很香 就是它的花椒味是很濃的 就任何中式料理 只要已經有鹹味的 水煮青菜什麼的也都可以 加了一點點 可是它就只有花椒味沒有鹹 所以你要料理過後 然後就是加一點這個 然後提味 然後我們最喜歡就是 隨便煮個湯 煮個青菜 大潮都會加這個 這是它自己專屬的 泰式的那個 花生調味醬 你出來啦 花生快炒 泰式的那種料理 快炒類的會加那個醬 好啊 然後 General Cao 就是左中堂雞的醬料 哇聽起來就很厲害 所以你自己在家裡要吃健康一點的話 烤一點雞胸肉啊 魚肉 沾一點那個醬就OK了 大潮醬料王的推薦時間 現在呢 它要推薦的是第一款 這個 是什麼 Trader Joe's買的 Gills啊 Dipping Star 就是日式鍋貼沾醬 嗯 那因為那個嘛 想要的 很喜歡吃水餃啊 鍋貼 對 我們就買一點這種沾醬 然後它會 它已經持續回購 它覺得很好吃 然後這一個呢 是 四川淡淡麵醬 煮麵的時候呢 只要加一點 就很好吃了 李錦記得 最後這一個是 在美國 每個人的家裡應該都會有的 越南辣醬對不對 那幾乎吃所有的菜 什麼去那個越南河粉店 或中式的料理店 很多時候都會提供 對 所以呢 這個也是基本必備款 好 那我順便來介紹幾款 我們之前也是在Costco買的冷凍食品 這一個的話呢 這個牌子的還蠻多 這種雞肉料理 其實味道都會太鹹 太重 那這一個的話呢 它雖然 呃 有一點點鹹 可是它的香料 是我很喜歡的 它的香料味 是讓我覺得說 我可能今天要炒個青菜 我就拿個兩三根 把它剪碎 然後就是 跟整道菜一起料理 然後整個菜就會變得很香 它就是有一些香料味的 然後還有這一個 這個的話呢 其實是美國現在 到處的連鎖餐廳 甚至是超市都有賣雞流條 那這個的話呢 你就是可以自己料理雞流條 但我覺得它的那個 麵皮 比較厚一些 所以呢 它其實用氣炸鍋炸完會很酥脆很酥脆 皮有點太厚了 是我覺得還好的 但是它比較不會過鹹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OK 因為我們通常就是喜歡單吃 就不希望說去攝取過多的澱粉類 所以呢 太鹹的話就變成 我可能要另外再熱一個花椰菜 才能夠配在一起吃 就會吃比較慢 那這樣子冰箱就會堆太滿 好 那最後介紹這一款呢 它的外包裝 看起來好像是 欸 料理完的雞肉 對不對 但其實不是 它裡面呢 是 一塊一塊 還沒有料理過的雞肉 我覺得很不錯耶 當然你如果想要煮咖哩雞 或者是你要就是用雞肉來做料理的話 這樣子的一包就是你可以自由去調配 我覺得比起調味好的 我覺得更加的自由 那因為其實Costco很熱賣的 就是台灣也有賣 我們之前也常買 就是一包可能裡面會有 五六隻雞胸肉或者是雞腿的那種包裝的 你丟在冷凍庫它會全部黏在一起 變成你可能要自己拿回來之後 先奔裝再去冷凍 然後我覺得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這個它直接就是冷凍了 但是它冷凍之後呢 不會很團結 就是每一塊是分開的 對媽媽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 蠻方便料理的一款 一款雞肉的部分 而且它料理完之後的肉不會太乾 因為我很怕雞肉沒煮熟 所以我就會煮得更久一點點 但是它不會過乾 所以我覺得這個甚至 新手媽媽還蠻好上手的雞肉的選擇 你也不用擔心說冰太久一次沒煮完 然後可能會壞掉長細菌 這個的話呢就是冷凍的讓我比較安心 我覺得至少吃得健康就好了 不管好不好吃 可是至少吃了不要讓身體出問題 腸胃出問題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啦好啦好啦 那我現在先去陪小桃的囉 感謝你們收看 有什麼Costco的好物 也歡迎留言推薦給大家 我們下次見囉 掰 掰掰 我去夾雞蛋 希望你不要去夾雞蛋 你不要忘了 阿布拉雞喔 你願意到喔 我的 rear 超級我 厲害 謝謝 謝謝 超級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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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